文章来源RFI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 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一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其中披露由天津市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 前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 因个人原因由本人提出辞续人大代表职务 消息未提秦刚的个人原因的细节 中央社今天引述香港媒体消息称 中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指秦刚是因个人原因辞去人大代表职务 今年二月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决定接受秦刚辞职人大代表 不过当时的有关公告 未提及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原因 多家港媒在19日指出 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一份全国人常委会的公报 当中提到秦刚因个人原因 由本人提出辞去人大代表职务 据星岛日报的消息 这是中国官方首次透露秦刚辞职的原因是个人原因 中央社说 不过翻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秦刚因个人原因 由本人提出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讯息 并不是最新版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内容 最新版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是2024年第3号 并且公报是在5月15日出版 秦刚因个人原因辞去代表职务的内容是更早一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 即2024年第2号公报在4月2日出版 秦刚的这一讯息落在这一期公报内容的第414页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18日闭幕 会议决定接受秦刚的辞职申请 免去秦刚中央委员的职务 但仍以同志称呼秦刚 显示秦刚安全着陆 秦刚在2022年底接任中国外交部长 但从2023年6月起就再无公开露面 其后遭免除外交部长与国务委员职务 成为任期最短的中国外长 秦刚在中国外交系统30多年 曾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年 2018年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2021年7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2022年底 秦刚接替王毅担任外交部部长 2023年3月当选国务委员 官智副国籍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据该报道 但是短短几个月后 秦刚试图出现大逆转 秦刚落马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有消息只称他涉及婚外情 也有消息称是健康因素 不过 中国官方至今未给予一个具体原因 对 对 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